我们现在来看的是 反三角函数的维分 首先的话呢我要介绍的是 ArcSide的维分 ArcSideX的维分 它的维分的结果是 根号1-X平方分之1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如果你们的话呢是不妨把它记下来 不过的话呢它的过程 也是很重要的 来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去证明 它的维分是根号1-X平方分之1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第一件事 我们必须要怎么做呢 ArcSide我们不了解 但是的话呢我们比较了解的是Side 所以的话呢我们必须要怎么做呢 第一步我们先写了Side ArcSideX 这个是等于什么呢 这是X 这是有范围的 各位同学要知道的话呢 ArcSideX的话呢 这个的话呢范围是 它是在-1到1之间 好 这范围的话就算我们的话呢 没有写没有关系 我们至少的话呢要知道这个等式 现在的话呢下一步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利用这个叫做合成函数的维分 来我们开始来维分了 这是Side的一个函数 这个等于X的话 我们两边同时维分 Side的维分是Coside 然后里面是照超的 然后里面是照超的 ArcSideX 再乘上里面的维分 里面的维分的话呢是 ArcSide的维分 右边的话呢 X是1 X的维分是1 于是我们的话呢 可以非常轻易的 把ArcSide的维分给导出来了 那现在的话呢 问题来了 ArcSideX的维分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这样 这个的话呢是Coside ArcSideX 这样的结果的话呢 样子的写法是不漂亮的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修整呢 这个地方要怎么样去做一个整理呢 那么我们现在首先来 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 Side是什么意思 来我们来解释一下 Side的话呢 来我们的话呢 写在这边 Side的话呢 它是一个将一个角度 对应到一个数字的 那么ArcSide呢 它是相反 它是X的话呢 对应到角度 于是我们就这么想了 ArcSideX本身来说 它是一个角度 那么我们就另 另什么呢 另这个叫做Theta好了 来我们的话呢 就这么说了 我们另Theta是等于ArcSideX 来我们来画一个三角形 三角形来看一下 Theta是ArcSideX 也就是所谓的SideTheta是多少呢 是X 来各位同学看一下 SideTheta是X SideTheta是X 它是斜边分支对边 对边是X 斜边是E 那这边呢 根据我们的张高定理知道 斜边的话呢 这边是E减掉X的平方 开平方根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题目的话呢 就变成什么呢 ArcSide的微分是 CosideTheta分支一 CosideTheta是多少 各位同学 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CosideTheta是 斜边分支 零边 本题的斜边是E 零边是根号 E减X平方 那么我们可以就知道了 ArcSide的微分就是 PosideTheta是这个 叫做根号 E减X平方分支一 那么我们就证明了这个结果